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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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我就要來跟大家介紹 那這個歷程是怎麼樣 千里不到的運動大概可以分四個階段 一轉眼已經是 今年已經要滿十六年了 要進入第十七年 所以因為黃武雄老師的那篇文章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他就是要帶大家去透過串聯 串聯出一條環島的路線 所以他不是要去開路 不是說我們就跟政府要三億 我們就從台北這樣子繞一圈 然後開一條這個一公尺寬 兩公尺寬的步道讓大家走 不是 他不是要做工程 他是要做串聯 不僅是路線的串聯 也是人的串聯 那在這個串聯的過程裡頭 他就會談到一些議題 包括說 所以千里不到不是全部走在山裡的步道 他當然會走在山徑 他會走在古道 他也會進入城市 譬如說他會進到基隆市 譬如說我們會進到暖暖去 我們會到四角亭去 所以他談的是 在城市裡他談的就是綠色交通 在城市裡你還是要走路啊 還是要騎單車啊 那走路可以騎單車是什麼 那當然就是自行車道跟人行道 或者歷史街區徒步區等等 所以他的形態有很多 像水浸路 農路 鐵道路 這些都是人可以 比較能夠照顧到行人路權的路線 所以有綠色交通 那你一邊走路 如果這條路要很美 他必須要很自然 至少要種樹 對不對 要有靈印 關害不能太嚴重 旁邊不能有一大堆除草劑 你不能一個人走在 好像那個水溝裡頭 如果他旁邊全部都 都是水泥牆的話 所以那時候黃老師又提出一個 叫做鄉野山海 什麼叫鄉野山海 就是你走在鄉村裡頭 最常會碰到的 對環境的這個破壞 一個就是關害 一個就是除草劑 一個就是水泥護欄 無所不在的水泥 所以待會我們會談到 為什麼會 手作步道 為什麼會成為 步道運動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就是我們希望水泥 能夠盡量減少 水泥代表的就是 外來的這種硬的撲面 所以 同時你在做環島的時候 你不可能一口氣都不停留 而且你去環島 為的是要認識這個環境 所以中間你要停留 你停留的時候 你當然要知道在地的故事 所以我們會很重視在地特色 所以濃於山村 它要保留它的原來的特色 你要吃在地的美食 對不對 你不要到了雲林的鄉下 卻吃的一樣是麥當勞跟肯德基 那你走到鄉下去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特別 或者你到所有的夜市都吃同樣的東西 好 這個就是講的就是 包括生態理由的內涵 剛剛講的很好笑嗎 你晚上吃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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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啊 你在這裡吃麥當勞 可是如果你到了屏東 或者你到了花蓮 你還是吃麥當勞 就有點可憐了 對不對 好 麥當勞可以啦 它是果腹 但是不用常常吃 好 所以這樣的過程裡頭 我剛剛說千里步道運動 可以分三個 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我們就從2006年 一直到2010年這個 五年當作第一個階段 完成的是什麼事呢 這個好像沒有光閉 有好 完成的就是 剛剛說的串連一條環島的千里步道 頭一個五年就完成了這個串連 很快吧 而且為了完成這個串連呢 很有意思喔 譬如說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到苗栗去 就問苗栗的朋友說 我們要從台北要這樣子陶族苗中這樣下來 那我們想問問看要經過你們苗栗的時候 走哪一條路會比較漂亮 有特色有故事 哇那個老人家很認真啊 而且很熱情 有啊我們這裡到處都是古道 而且每條古道都很有故事 他會告訴你艾永縣的故事啊很多故事 他就告訴你說我們家後面就有一條古道 從我們家後面走過去然後怎麼樣 他帶著濃濃的客家牆的老人家 聽得懂嗎 他很知道但是我們聽不懂 所以我們每次去在那個年代 我們都要把那個北島地圖放大又放大 然後結成像地板這樣四分之一這麼大 攤在地上說阿公你能不能幫我們治 你家在這裡的話那條路怎麼走 有一次去花蓮去探路 那裡有很多阿美族的朋友 我還記得因為我也是花蓮人 那我去探路其實我大概知道路線 但是我們總是想要找一個 能夠盡量找一個避開汽機車的大馬路的小路 因為我們就是要走路跟騎單車嘛 如果大馬路都是這個 第一會有交通的這個流量的安全的壓迫 而且風景不夠美 我還記得我在花蓮探路的時候在這個自學 不曉得大家對花蓮熟不熟 就是自學然後熄口要往鳳林的路上 那我就沿路就那個鄉間其實很少會碰到人 就問當地的人 那每個人都說有阿 你要到鳳林喔那邊路就在那裡 可是每個人指的都是台九線 就是最大的那條縱貫線 所以我每次都要問說我不是要找大馬路 他們以為我迷路我說我要找那個小路 最好是風景很美 然後又可以經過現在叫做打卡點 網紅要打卡的那個秘境 說我們要盡量避開大馬路 我後來問到一個騎摩托車的太太 她就問我 她聽到我說我要找小路的時候 她就很好奇啊 她就停了摩托車 然後把她的那個安全帽打開來 就跟我說你為什麼要找小路呢 平常我問路人家就會回答你 她很好奇的就說你為什麼要找小路 我就簡單的把當時千里步道仔 再找這個環島路線的這個目的啊 用意跟她做簡單的說明 她就開始跟我說 她說我以為你是來考古的咧 這時候怎麼還有人要去找那個小路 然後她就開始講說你看那個山邊那塊地 就是我那個阿公的 那個地呢 我們現在後來捐給政府當學校 她就開始講很多很多故事 你就會發現如果你跟當地人 在談這些事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很多在地故事 總之我們花了五年的時間 到每個地方去調查 而且還做一件事 就現在很紅的就是導航 以前的導航就是你開車 告訴你怎麼開 那當時我們跟一些企業合作 就是去開設PPGIS的課程 PPGIS的課程就是公民參與式的地理諮訊系統 就是教大家怎麼樣用 現在是手機啦 以前是用像Garmy這樣的GPS 教大家怎麼樣子使用那樣的機器 來把路線標定出來 而不用每次都帶一大堆紙本的地圖去畫線 那當時是跟中研院還有台大地理系 因為我們很多大學教授的資源嘛 就開了從北到南去開了這個PPGIS 公民參與的地理諮訊系統的課程 最多來參加的都是學校的 譬如說社會科的老師 或者一些在做社區工作的夥伴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所以在那個頭五年 我們大概就透過不同的課程完成了串聯 然後出版了最重要的兩本書 在那個時期就是環島的路線 我們把它收在千里步道環島慢行這本書 如果大家喜歡看書 你現在在圖書館可以借得到 博克萊也買得到 我們把環島的三千公路 一圈是海線一圈是三線 還有一條是從台中到台南 一圈大概一千兩百公里 兩圈三線海線再加西部的平原線 我們把它分成十二條路線 每一條路線七天六夜可以走完 然後鼓勵大家可以做一個比較長距離的 徒步的撞遊 七天六夜 譬如說你從台北的新店 七天六夜的第一段 可以走到花蓮的七星潭 是到書而已 反正就第一個七天六夜就走這個段 然後從七星潭走到 到光復還是瑞穗 第二個七天六夜 所以那本書呢 就把我們前五年路往串聯的成果 以及路線上會經過的88個社區點 都做了介紹 因為你七天六夜 你一定要吃啊要住啊要聽導覽啊要聽解說 然後最好可以深入在地 所以就做了這個介紹 另外呢我們就把這88個社區的據點 三千公里長度的這樣的路往 那我們接著又做了一件事呢 我們帶領企業來贊助 在這88個點裡頭 找出了11個農漁山村 做什麼 如果他們 我們帶著他們說 如果他們可以發展出兩天一夜的遊程 那我們就去邀請 自己負擔自己費用的民眾 去到當地做生態旅遊 譬如說我們裡頭介紹的 譬如 宜蘭的內城 嘉義的布袋 有沒有聽過 雲林的三條輪 三條輪比較不熟悉 可是有人知道 你是那裡的人 你是雲林人 那你為什麼在基隆 你在台北 你在台北 你從台北來上課 聽說有五位 是哪五位啊 不只五位嗎 有12345 果然是五位 辛苦大家 我們今天從台北過來 所以我們在那本書裡頭呢 就介紹了這些濃漁山村 譬如說像 剛剛講到三條輪 這個 我因為千里步道運動 其實認識台灣很多的濃漁山村 這幫我上了地理課跟歷史課 大家如果多走 步道其實也就會認識很多的歷史地理 那我們就在 2008 2013 好 那時候我們募了一個企業 是這樣 譬如說我如果去三條輪 兩天一夜 只要一千五百塊 包吃包住 包刀來包解說 很便宜啦 那個時候 那如果你有親朋好友 或者一個公司企業 二十個人去 這樣社區會收入多少 三萬 好 那社區就要提拨百分之五 作為社區發展基金 好 那我們就去找一個企業來 相對的贊助 也就是說好 譬如說我這一團 譬如說這個 金融步道學班級 有二十個同學 我們去三條輪生態旅遊 我們總共 一人一千五 所以二十個人要繳三萬塊給社區 那社區把三萬塊的百分之五 當作社區發展基金 那另外一個企業 就相對提拨同樣的這個基金給社區 那個五趴 所以社區因為接待了這二十個人 的三萬塊會有百分之十的收入 也就是三千塊 所以一團他就有三千塊的基金 作為社區永續發展 或者種樹綠化的這樣的一個基金 好 我們當時出的這本書 到農於春住一晚 就是搭配這樣的一個公益券目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提出生態旅遊 也是一種公益旅遊 與其你去辦兩桌 然後花了三萬塊 然後吃了三個小時的飯 然後三萬塊就花掉了 但你這三萬塊可以拿去 大家一起 如果是個大家族 你就可以到社區裡頭去住下來 兩天夜大家都綁在一起 然後又可以去看別人的 別人的這個環境的特色 然後聽那個故事 很好玩吧 所以當時我們就邀了很多很多的團體 跟組團去到不同的 我們介紹的農漁山村去住一晚 所以有了這本書 那這本書也一樣 圖書館也有 我們辦公室也有 如果還想要看的話 好 所以當時呢 我們介紹這些農漁山村 到現在為止 他們有些已經發展出很好的 生態旅遊的遊程 譬如說光復的這個太巴朗社區 他們自己走出了自己很棒的 這些部落的活動 譬如說最早的時候 我們也去了嘉義的布袋嘴 剛剛講 鹽田 智鹽的體驗 還有內城 那時候他們剛開始做這個里亞卡 就是做那個 舔牛車 去社區做巡禮等等 還去了彰化的西州 大家知道西州嗎 就是那個有水郡的地方 好 所以這些故事都寫在書裡頭 這是第一階段 那到了第二階段呢 我們就發現 其實在做環島路網串聯的時候 你會發現當大家想要 親近這個自然環境 親近山林 只要他離開城市 進入比較嬌山的地方 其實常常會造成 因為我們喜歡大自然 喜歡戶外活動 反而造成了環境的負擔 所以 這就是一個水泥過度蔓延的 一個狀況 譬如說我們在街上走 會有硬撲面 我們很習慣 但是走著走著 往山上走的時候 你還是要把這些硬撲面 水泥 都往山上延伸 這就會造成棲地的切根跟破壞 所以第二階段呢 我們就做了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行動 叫做交山守護 讓大家看一下我們 在2012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也感受到 大家越來越喜歡親近山林 可是在親近山林的過程裡頭 就會反而因為我們的需求 造成環境的影響 這我相信也是各位 來上這個步道學 很重要的一個動機 動心起念 所以我們也一樣 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提出了一個訴求跟願景 想要跟全台灣的愛好山林 愛好戶外的朋友來 共同勉勵 就是 天然步道零損失 水泥步道零成長 不要因為我們想要親近大自然 而造成了環境的破壞 所以我們提出了交山守護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呢 就是從撲面調查開始 到底 到底 到底因為我們想要親近山林 走入戶外 而造成環境的影響 現況是什麼 這也許下個禮拜 明天老師也會跟大家再更多的說明 我就先提到一下就好 當時從2012年開始 我們就 召集了 就是招募了 有興趣的志工 他們的任務呢 就是 踏查 台北 新北 大台北地區 274條列管的步道 去調查看看 到底現在政府列管的步道 現況如何 結果 結果 調查的成果 結果是這樣子 台北市 總計 他們列管步道 110公里 當然現在比較長了 因為後來他們又 發展出台北大縱軸 好 當時呢 2012年的時候是 110公里 那 新北市呢 大概有366公里 因為台北市小嘛 新北市大 這是調查的長度喔 那這個長度底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結果是什麼 在台北市 還是自然的撲面 就是沒有加任何的這個 地上物 撲面的 只剩10% 也就是說 90%的步道 所謂台北市列管的步道 90% 全部都是有撲面的 可能是花崗岩啊 石板啊 水泥啊 硕木啊 這比例很高吧 只剩10% 那新北市比例比較高一點 大概有 這個三成左右 在這樣的調查裡頭 看看水泥 光是水泥 光是台北市 110公里裡頭的 扣掉石的自然之後 剩下的100裡頭 有82公里 全部都是水泥 直接塗上水泥的 你因為想要到山裡頭去享受自然 可是你卻讓你腳下的路徑 因為你想要享受大自然 而變成水泥 水泥有什麼壞處呢 水泥當然有些便利性 但水泥壞處就是它馬上就是在一個山 山坡或者一個淺山 有點像開一個拉鍊吧 水泥的步道有點像拉鍊對不對 一條線這樣過來 如果它不只一條還有很多條 那就等於在這個步道上做了很明顯的漆地切割 它會影響著包括土石的問題 排水的問題 這些都是在我們的礁山環境很容易看到的 這裡我先放幾張照片 所以當時的這些有點像公民科學家 有點像各位 但是他們當時的目的是很清楚 就是我們教它怎麼樣去拍照 怎麼樣在線上填寫資料 怎麼樣計算它的長度 怎麼樣辨別它是什麼鋪面 他們就在台北市的274條步道上 400多公里這樣也500公里 一寸一寸的去看 就拍了一些照片回來 這張照片很有趣吧 他們拍的時候就說 哇老師我們拍到一張照片 很像章魚腳 夜市有考章魚這樣 章魚腳 那比較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個步道要做成這樣 雖然它沒有鋪上水泥 但是它 一個一個這樣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設計概念 財城路 它比較像社區後面的小路 所以會用很多有趣的材質 這是其中一個調查志工拍回來的照片 這不是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家怎麼樣去利用自己 周邊環境的淺山地帶 在台灣真的是寸土寸金 所以連這樣的坡 因為要墾地嘛 要種一點東西 或者要多一點土地面積 就用了各種可以利用的東西 最常見就是宣傳旗幟啊 廢料啊 把一個本來可以綠油油的一個坡地 變成一個 好 看大家想想怎麼看它都可以 這也就是志工在做這樣的調查的時候 開始去看到自己周邊的環境 其實每天去爬山或者走 在生活中其實你很難真的去做觀察 這就是我們說當你速度放慢 而且你帶著一個不一樣的眼光去看你的環境的時候 你其實就會看到更深刻的一些環境的課題 這個是我住的這個 中和的那個叫做圓通寺那附近 有人住在中永和嗎 從台北來的 像中永和人口也是好幾多 中和大概有65萬人口 永和的已經23萬人口 然後那個山就 反正就連那個大樓都蓋在山邊嘛 所以後面的這個步道 你看上面還有這個 女兵止步的什麼啊 這是在山上喔 這是自己蓋的 還蓋了這個還把這個藤架都蓋上來 還裝了燈 可能是廁所或洗手間或者淋浴間之類的 這個也很多啊 在山上就自己搭起棚子 好像把我家客廳搬到山上 可以煮茶啊 可以唱卡拉OK啊 可以下棋啊 山上成為所有人在都市裡頭 想要享用環境的時候 又可以複製到山上 大家覺得這個好不好啊 常見吧 山上還有羽球場你們知道嗎 就自己每天啃一點啃一點 最後一個羽球場就出現 好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斷要反思 當我們喜歡大自然 我們上到山上 其實都是為了要享受大自然嘛 它的綠意 它的芬多金 它的空氣 它的清風 它的綠意好 但是 那我們這樣子在 在利用它 使用它 有沒有更友善的方法 這也是我們在步道學以後會不斷去反思的 當我們喜歡走步道 我們想要走到山林裡頭 那到底腳下的步道 怎麼樣子 又可以 符合我們的需求 又不會破壞環境 這個晚上如果你自己去走 應該會嚇到啦 那下面鋪的這個 這個磚 號稱透水沾 然後上面其實 很多人說綁布條是因為有岔路嘛 要免得迷途 可是怎麼看你都會發現 這個綁布條的地方沒有岔路 那為什麼會綁這麼多布條呢 到此一遊 某某登山隊到此一遊 所以很多人去走到山心上 也會覺得 如果你實際是為預防迷途這個無可厚非 但綁成這樣說實在就已經不是 好 好 也看過這樣的嗎 慢慢的這堂課 明顯老師也會再講給大家聽 這個是輪胎步道啦 你會說廢輪胎這樣廢物利用也很好啊 到底好不好 你們之後可以慢慢討論 希望等你們最後一堂上課的時候 就會有答案了 大家可以放在心裡頭想 好 這就是簡單的跟大家來說一下 基於這樣的一個調查 而當時提出了 自然步道零損失 水泥步道零成長 那怎麼樣去更正確的去認識一個 對環境友善的一個步道的樣態 所以累積了慢慢的累積這些觀察 跟這些跨領域的一些專業的智能之後 我們提出的第二波 就是我們剛剛說守護這些步道 步道守護三步學的第二波 就是我們推出了一個叫做 李三守護志工的培力課程 這時候步道學慢慢的去建構 這個步道學課程的架構 所以包括 所以你們會在這堂課裡頭學到 包括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跟 包括你要怎麼失落的工程 包括你要怎麼失落的工程 謝謝大家